钱拿去赌博输掉了 吴先生的回答解开了母亲张女士心中的疑问 张女士说 她心里早就猜中了这个答案 我想象的肯定是我儿子 是不是在外面 遇到什么事了 是不是 但是我心里很 有预感 对我有预感 儿子沉迷赌博 女儿要把出租车收回去 张女士对儿子是恨铁不成钢 而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他这样的话继续沉迷下去的话 我很担心一下 我都很怕儿子这个家保不住了 原来 吴先生当下遇到的麻烦事 还不仅仅是他们母子之间的矛盾 他的妻子上个星期已经提出了离婚 儿媳妇欠一个星期给我打电话 非要跟我儿子离婚 我老婆说要跟我离婚 我想跟我老婆挽留真的感情 他说跟我结婚六年 我家里面也没给他什么问 钱的时间嘛 反正就是交钱交上去 他挺累的 然后他说 他感觉一个人过得还好一点 所以说他提出一声跟我离婚 我不想离婚 面临失业 面临离婚 吴先生在双重压力之下 拼命地证明自己一定会痛改前非 然而 吴先生的妻子来到了节目调解现场 他说 丈夫做的承诺实在是太多了 他已经没办法再相信她的话了 离婚这个话题以前你们谈过吗 谈过 那个时候是考虑什么把这个问题搁置了呢 是因为孩子太小 现在为什么这个事情又重新提起了 因为他老是多 我一直劝他还不提 我就说你看你之前都输了那么多 一直这样下去也不行 孩子也大了 越来越需要钱 我要你再这样读 以后你肯定会起你之下 他还不提 在我心里面我感觉不会再有下一次 靠什么 靠我心里面一种意义 不管这个出租车有没有受委屈 我都会好好赚钱 养活他们 如果我反过来问你 你今天能够这么承诺 你觉得你可以不去赌博 可以去挣钱了 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 主要是我不想跟我老婆离婚 我想挽留这段婚姻嘛 我老婆如果给我再次机会 我想从今以后好好过日子 不再重新赌博 对于你来说 可信度有多少 没可信度 所以他现在的这个态度 并不是第一次看见是吗 对 这次在我心里面 我确实是那样想 妈妈听他说这番话 我感觉很难相信 我感觉很难相信 我感觉很难对 好 感谢观看